那里才是她的家 我们好像有客人来了 我去看看 别来太晚 花儿 我想喝莲子汤 要热的 等草儿来了 我再去给你拿 现在去吧 好吧 绿大哥说的客人就是你吧 你的武功一定很好 才能进我家不被发现 高老大没说她的女儿无辜功吗 大概在 这个位置吧 吓到你了吧 其实我看不见你 也不知道你在哪里 只不过 我闻到一种很特殊的粉味 就像花儿身上擦的胭脂水粉 只不过没有香气 我的鼻子很好 很细微的味道我都能闻得出 不过 我从来都没有告诉过别人 就连爹和大哥都不知道 所以 你也不可以说出去哦 你也不可以说出去 草儿要来了 她会武功 你快走吧 不要被她抓到了 味道还在 你还没走 你是个姑娘吧 好吧 那你要躲好 爹和大哥 绿大哥都说 外面坏人很多 叫我最好不要出去 所以我没有什么朋友 你能当我朋友吗 你能当我朋友吗 如果你愿意 明天这个时候你再来 如果我闻到这个粉味 就知道你来了 好吗 小姐 你在和谁说话啊 味道没了 什么 没什么 小姐 小姐 雷子汤 巡逻的时候 在东墙边发现银粉 银粉的数量很少 而且只在墙边发现 我想或许是启封的原因 但不会只在这同一个地方 于是全府搜查 毫无收获 所以发响了警报 你做得很好 如果真有人闯入 此人的轻功不可小觑 今晚取消轮休 全府见备 是 这些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